这一头小牛才出生没多景 两只猎狗直接把他扑倒在地 猎狗利用自己锋利的牙齿 使劲地撕咬小牛 感到剧烈疼痛的小牛 不停地发出求救声 这头小牛究竟还有活着离开的可能吗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猎狗被称为非洲二哥 在草原上他可是无恶不作 他们最爱捕捉的猎物 就是这一种刚出生不久的小牛 因为小牛才刚出生没多景 根本没有战斗力 并且猎狗在出门捕猎的时候 很少会单独出去 一般都会群体狩猎 这样做的话狩猎的成功性也会更高 这一只小牛非常的可怜 他不幸和大队伍走失了 这也让出来寻找的猎狗给盯上了他 小牛的战斗力在猎狗面前 压根就没有可比性 这一群猎狗看到之后 也毫不客气地冲了上去 猎狗在草原上有一套独特的捕猎技巧 那就是韬钢 这一种技能让狮子都感觉到害怕 这一只小牛已经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 因为对方的数量更多 小牛压根就不占据优势 这时候他也想要保护好自己的肛门 但是在几只猎狗的轮流攻击下 不管小牛怎么挣扎 他们锋利的牙齿依旧咬开了小牛的身体 可怜的小牛不断哀鸣 希望他的家人能够来救自己 这时候的猎狗也非常的谨慎 他们吃一会儿就会往旁边看看 防止其他的牛群发现这一只小牛 此时猎狗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一群猎狗在吃的时候都非常的注意 因为攻击成年的水牛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并且很有可能还会被成年水牛反杀 这一只小水牛 身体被他们全部咬伤了 身上早已经血迹斑斑 它也没有力气去挣扎了 慢慢的连声音都没有了 这也让这一群猎狗非常的开心 丝毫不客气的大口大口吃起来 生怕自己比其他同伴少吃了一点 在草原上小水牛的命运就是这么惨 毕竟逝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小水牛的身体就全部被他们给吃光了 如果成年水牛挑战猎狗 你认为他们俩谁胜利的可能性大一些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更多精彩内容下期见